好,來,我們35條,35條,大家翻開第35條 35條,來,請時代力量,黃委員,你來說明一下35條,你們的提案、旨意 35條,核心的關鍵,就是在於說,可以請求評鑑的主體 可以請求評鑑的主體 那過去,民間社團,大家長久以來的呼籲都是說 就這個主體資格,必須要放寬 像美國法,針對法官申請評鑑,他的主持,是任何人 Any person,任何人,他沒有去挑喔 他也沒有限於這個案件的當事人 因為有些案子,不是只有當事人的利益 還有社會公共的利益在 牽涉到的,你說國家法益,個人法益,或是超個人法益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名詞來描述 在我國的確,的確也是這個樣子 那你把它綁定在特別的團體身上 那或者是綁定在只處理個人法益的身上 都會出現狀況,也會出現問題 那譬如說,有一些我們認為應該要送評鑑 掌握這個權限的人,他就是用各式各樣的理由 給你推託啊,給你推尾色澤啊 那這個,是現實上面在發生的事情啊 也是現在進行事啊 我們在討論這些法案 如果沒有著眼於現在,所正在發生的問題 那到底修這個法所為何來啊 你除非認同現在的狀態 那我就是不認同現在的狀態嘛 我上次協商已經講過啦 你們自己台北地方法院的那個法官做了什麼事 官官相互成這樣 要你們送評鑑,不送就是不送 我不送就是不送 極盡幫他開脫 極盡幫他緩甲之能事 官官相互莫此為勝啊 那我為什麼剛剛在全面評鑑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要連動來加以思考 那你如果要把全面評鑑廢掉 把那些勞力時間費用全部省下來 那你就要把個案評鑑的門打開 你就要把個案評鑑的門打開 你如果說以現在這樣子的狀態啦 我基本上希望是你如果把全面評鑑全部廢掉了以後 那我認為請求評鑑的主體就不要設限 就跟以前民間社會所主張的跟美國法的標準看齊 任何人 任何人 通通可以提出這樣的申請 那當然我說任何人可以提出這樣子的申請 我無意要去剝奪 司法院也好 法務部也好 律師公會也好 他們要送評鑑的權利 這我都贊成 但是不能讓這個權利讓這些人 自己去壟斷掉 那你就把大門給打開 反正我們全面評鑑都廢了嘛 把大門打開 讓任何人 通通都可以申請評鑑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覺得 就是蠻好奇的部分 所謂蠻好奇的部分就是說 評鑑委員 他自己也可以主動發起這個程序的這一件事情 評鑑委員自己也可以發起程序這件事情 在我們後面的修正動議的第幾項 算算看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第四項 第四項跟第五項 的規定 那這個是全國施改 就是民間 就是全國施改會議 的結論啊 就施改國事會議兩年前的結論 就是這個樣子啊 這個有做成結論啊 大家都同意啊 那你們又就這個部分 把他給割掉 是在開人家玩笑 人家的提議為什麼是施改國事會議 為什麼找一些民間社會各界的代表來 就是不希望搞以前的那種司法院封閉的體系 而自己為了要去控制那些權力 去搞出來的評鑑機制嘛 人家講的有道理啊 你說啊 任何人申請評鑑會爛數 因為以民間施改團體來講 你搞了半天 到現在申請評鑑的案子 那些團體花了多少勞力時間費用去搞 搞得自己疲累不堪 然後覺得本來應該國家要做的事情 結果竟然要由民間團體來承擔這些成本 這個都是過去評鑑機制所發生的問題啊 所以施法院也不用擔心啊 說把門打開了以後會爛數會亂搞 沒有啦 那個門檻很高的啦 那你既然要把全面平和廢掉 那就強化個案評鑑啦 我們要求兩個啊 發動的主體 任何人都可以 那第二個 按照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就按照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評鑑委員他們也可以自己提 這個 好來 請各位 沒有 現在是 差一點是開放到另外關係的嘛 不是啦 對啊 發動主體啦 對啊 除了當事人被害人還有 計法律上的女兒關係的人 這很多了嘛 對不對 這個 施法院要講一下嘛 他所 說是差一點在哪裡 你也幫他講清楚 那你 當事人犯罪被害人以外 這些人包括證人建立很多人嘛 他所有的什麼都開放 是不是 他意思是 這35條跟31條是有點關聯 如果35條足夠以保障 那就是 發動評鑑的 更加的 有這個發動的權力 31條就可以不必 所謂三 要插一對啦 說要先做就好嘛 這樣好嘛 你針對 實在力量的這個版跟 民進黨這個修正版差別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具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的人也可以申請評鑑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評鑑委員也可以主動來請求評鑑 這兩點 對啊 可不可以接受嘛 那第一個就是說 所謂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我們是擔心這個可能解釋上的疑義啦 什麼才是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這個定義並不清楚 因為這個跟其他訴訟法上面 法律上利害關係都是跟那個訴訟標的有關 容易判斷不同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評鑑委員本身自己能不能主動去調查 我們認為 在很多審議的機制裡面 裁判者不要兼打擊者是最好的 因為目前的評鑑制度呢 他是接近於裁判者的地位 所以他可以調查證據 然後對於法官的行為是否為師 進行判斷跟鑑定 所以只有在 為了讓法官的為師行為 能夠一體綜合來評價的情形下 那麼在第五款 可以適度的擴張其他的以外 譬如說這個受評鑑的法官 現在被申請評鑑的是A的行為 A的行為 那評鑑委員認為說 他可能還要就B的行為呢 比較不合啦 比較不合 那這兩點做這樣說明 謝謝 好來 黃偉 黃偉你這邊有沒有 就兩點啦 第一個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 我那時候在提那個修正動議的時候 是 不知道他們把那個全面平和給刪掉了 所以我才稍微再放寬一點 就是據法律上面利害關係的第三人 那你如果說你連全面平和就廢掉了 那我的主張我其實剛剛發言的時候我就講得很清楚了 就按照我們一開始本來的初衷 就任何人都可以申請評鑑 我再說一次啊 要提評鑑這件事情不是不要成本的 很辛苦啦 你要花很多勞力時間費用去蒐集市政 那第二個部分 剛剛呂秘書長講的說 什麼他是裁判者 然後是評價者 然後所以不能夠混在一起 我拜託司法院把那個時候 斯改國事會議相關的討論會議記錄拿出來看好不好 人家討論了這麼久 那啟示你這一兩句話就可以輕輕的就把人家給打發掉 評鑑委員會事實上它是一個發動的機關 他只是讓你開始那個程序 可以開始啟動這個程序 他只是可以啟動這個程序 那最後的結論會是怎麼樣 你後面還有其他的程序 必須要去碎血 那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 我們在法條上面已經設計了 必須要由非提議的委員進行個案的評鑑調查與審查 就已經排除掉啦 提議的委員自己不能夠進行調查跟審議 然後你現在還在扯說是 他是起訴者兼裁判者 這樣子的評論跟解釋會不會完全打擊錯誤啊 現在啊 第三十一條 如果我們要把它刪除啊 這個發動者啊 就是利害關係人的可以發動 剛才秘書長有特別提到 很難界限 到底是 哪一方面很難界限 利害關係者 像我都講的不是只有利害關係人 是任何人 不是啦 利害關係者 他剛才講是任何人 引述到任何人嘛 任何人就是說 我就是專門在搞這套這種要弄法官的人嘛 他就會去 現在很多這種這種這種海蟑螂 什麼的很多蟑螂之類嘛 那那個人都可以來和他師父官 當然當事者最重要嘛 被害者最重要嘛 你講到有人說要花很多程序 要花很多成本 那有誰要做這個 我們開這門給任何人幹什麼呢 是我受害者 我當然是我 我當然是感到我沒辦法嘛 當然這個最重要 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變革了嘛 過去是只有司改會 他律師公會嘛 那被壟斷掉嘛 那這一次要把他開到這個門 他要這麼大 其中院長是要 是很大的勇氣的 反正這是很大的變革 那你說開放給任何人 任何人都可以來 到底拿我們這個制度是要 是要幹什麼呢 這個師父官級嘛 那我認為 我不認為說評券委員會 只是一個發動者 啟動者而已 他是一個好像 是在省裡的人嘛 他怎麼是只有一個發動者呢 所以我認為 當然 黃沃東委員他的講法 我們都了解 但是呢 我還是認為 這樣的一個變革改變的時候 是我們值得支持的 這個任何人是 任何人都可以啟動的話 黃沃東委員你要不要再 詳述會不會有剛才 柯委員講的狀況 那 評券委員會可以當發動者 有沒有所謂 求援監裁判 這樣的狀況 那個 來 國昌委員 你講完之後 我們再請司法官再回應一下 任何人就是那個時候 2011年的時候 很多民間司改團體 跟學者專家 大家擬出來版本的條文 那為什麼會那樣子定 美國法也採取的是這樣子的看法 那理由是什麼 司法權的公正運行 這一件事情 牽涉到的 絕對不是只有個案的當事人 你把整個評鑑的機制 看成是說 當事人個人 他另外一個救濟 或者是申訴的機制 就把它改得太窄了 那第二個 柯建民總召可能又忘了 當初民進黨黨團 在2011年的時候 提出來的主體 就是任何人啊 具體的名詞叫做人民 兩個字 白紙黑字 在立法紀錄上面 通通都有啊 怎麼那個時候 提這樣子的案子的時候 都沒有這些理由 都沒有這些顧慮 然後今天又再一次的 換了位置就換腦袋 然後把那個時候 你提那個版本出來的時候 別人的批評跟指教的理由 然後再拿出來 今天再用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當初你們自己民進黨黨團 提出來的版本 就是任何人啊 就是人民啊 然後第二個 我再說齁 就是這個是連動的 如果全面平和要廢掉 我的主張很清楚 個案評鑑就要強化 強化有分好幾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可以啟動程序的門 就要把它打開 打開到什麼範圍 我會認為最好的方式 就是任何人 你不要去做主體的限制 你不要用主體資格去卡人家 你要用實際上面 到底有沒有道理去論斷 那第二個 我退一步講 我退一步講 什麼叫做退一步講 所謂退一步講就是說 好我今天如果退一步 到法律上有厲害關係的人 那說這個概念很抽象啦 不會很難界定啊 沒有辦法操作啊 我覺得講這個樣的話 可能就是 只能騙外行人啊 我國目前所有的 實體法點到程序法點 法律上厲害關係人 這個用詞用了多少次啊 多得不得了 從實體法到程序法 多得不得了 那就以李秘書長最熟悉的 民視訴訟法來講 我們允許有法律上厲害關係的人 可以閱券啊 那奇怪了 那怎麼民視訴訟法那邊 有法律上厲害關係的人 就不會抽象很困難很複雜 沒有辦法界定 然後這邊要請求評鑑 就會很複雜很困難 沒有辦法界定 那標準到底是什麼 那第三個我還是要說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評鑑委員知道有評鑑的事實 他們可以提議要求評鑑這件事情 這個是在司改國事會議裡面討論了很久 為了回憶民間社會的期待 大家所做成的決議 我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聽到 任何主義能夠說服人的理由 司法院為什麼不採取這樣子的決議 到底是有什麼重大的困難 好來請科委員來 針對黃委員指教 我當初的版本是什麼 是什麼出來的 我想在立法院裡面 每一個黨團 乃至於個人所取的那個法案 當然是對照行政版本 或是有時候是對照不同政黨 是 有的是拿出來叫板用的 寒假用的 當我們在理想性 在在一黨的時候 那時候只剩下二七個人時候 所以我們拿出一個最嚴格的版本 來對抗 對抗 司法院的版本 這是 每一政黨都如此疵 當初提的法案法 修正版當然不是我們寫的 黨團也沒有這個能力 就是四改會 我想四改會是一群人 包括我們也曾經參與他們的討論 一群人弄出來的 那當然 那時候 外面明天團體一定是要對抗 那當然是找在一黨提 那我們是在一黨 這個意思就好像什麼 我這樣比例給你聽 不是說當年我提這個版本 就是我 我現在怎麼沒有 回到我當年的想法 假如法官法要講的話 應該回到說 最影響性是什麼 你講過嘛 法官法是法官福利法 我認為也是法官福利法 那你這次應該 大修你應該把這個弄掉 為什麼沒有 那我認為審檢應該分立啊 那不應該准用 檢察官不應該准用啊 弄有準檢察官法 這個 大家一路走過都很清楚 理想要現實總是要 要去 大家要去面對著 那再講那個例子啊 我們在的時候 他剛才 剛才 剛剛法官委員有談到 談到 關審制的問題 那 院長上台 上台的時候 一直講關審制 當然我們認為 從頭到尾 那個八年 我們全部反對 用盡所有方法來反對關審制 因為只 可以看不可以判 你關審也只要看也不可以判 可以表意 不可以表決 這是假的 所以 後來 在當初的時候 在上一屆的時候 用個人領銜 提出來一個 陪審制 然後我們叫吳怡貞委員 去拿一個 參審制 這最主要是 要來對抗 當初的示威 那號明的所謂的 關審制 所以是這樣的 在立法運作上面 法案上面 運作上面 當然有他的 戰列目標 以及我們要達成什麼 那有的是 為了拿出來喊架 有的是 為了把這個 這個官審制 弄掉 所以我們拿出陪審制 以及參審制 這樣來搞 那今天我們看到 變成人民參審制 所以 黃工廠委員 一直拿 當初的版本 那個版本就是 施改會 這個團體寫的吧 那當初這個版本 寫的時候 我們經過25次 超委協商 差不多兩年 不能把這個弄過 雖然 雖然 雖然有很多人不滿意 但是基本上 通過當天 四個月 四個月 林鳳正 還穿眼線來說 表示感謝 因為法 法人修正是 一步一步往前走 你現在要回到一個 最嚴格的版本 當初我們是 在野黨拿來 教教用的 寒假拍板 寒假用的 當然今天我們 今天我們要重新面對這個時候 你就拿出一個點 再來 打擊過去 這是不對 這是不道德的 但是大家會很清楚 對方 大家容許 要對抗行政院 對抗 對抗 不同的政治團體 做不同的看法 到最後已經 經過妥協和協商 找出一個最可行的方法 而且可能 不是一百分 也許就是八十分 就是如此嘛 所以我不認為 你一直起這個例子 所以郭靖雄提案 那個就是 四個月寫的版本 那也是你寫的 你也參與 你也參與審議 參與處理的嘛 很多人那是一庭人 參與審議去寫 去寫 你想一想 經過兩天的時間 剛剛在我辦公室 協商就二十五次 然後在這個 黃院長處理抄襄 也是一二十次 才好不容易 把法官法弄出來 而是說二三十年 沒有辦法處理法官法 終於 終於讓他上路 最後是 我請教 那時候黨主席 蔡英文總統 他說應該先求有 再求好 應該先處理嘛 所以才有今天的法官法 我這個話 到目前為止 法官法還是一個 在討論的階段而已 那我認為要回到大家理性面 以及務實面來談啊 就是說你除了之後以外 任何人 當然是這樣嘛 就清楚 有多少人吃飽 先行人會去 去弄法官 當然有特殊的目的的人 有特殊 當然一定是 當事人被害人 才會不滿嘛 像我現在 對唐彥二審 唐彥在一審的時候 對馬英九案子 用新法44條 那是違憲裁判嘛 王法裁判嘛 不過可以提出來啊 當事人才最了解 別人根本不清楚 而且很多是 很多細節的問題 要件的問題 不是 所以我都不認為 所所為任何人都可以 沒有啦 現在該說厲害關係人 現在就是 本來就是有 有當事人被害人嘛 厲害關係人 那個隱身的更多 我是覺得大家想一想 所謂令何人關係人 不管司機法或是 的界定就會比較窄 不管司機法 承維法上的令何關係人 讓人隱身更多啦 甚至 原本的版本更多 還有 外面團體 南洋姐妹 花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坦白一點 這個不 我們不要隱身那麼多了吧 我們就 發告史在這裡 已經 個人都可以病 當事人 被害人都可以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對啦 當事人 可以這個 就一個很大的突破啦 來那個段委員 我想大家都是好意啦 那麼想要讓這個司法改革啊 能夠這個盡量落實 但是每一個人啊 的價值或者是路徑可能都不太一樣 大家提出來的方法也沒有絕對的好跟絕對的壞 譬如說全面平和好了 全面平和也是做了之後才發現說 包括這個大家 包括法務部跟司法院也承認啊 這個其實實際上是 完全是刑事主義 這個流於據聞啦 所以呢 希望把它 在立法院其實也 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大家有批評啊 想要刪他的預算 所以包括 司法院法務部啊 也都承認說 這個其實是把它拿掉 那大家同意把它拿掉 那如果說 為了這個 這個 平建 的路徑啊 不夠寬 那要保留全面平和 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把兩件事情 又和在一起講了 那所以我是跟黃委員建議說 我們這兩件事情還是分開看 那 全面平和如果 確實沒有 功能不髒 那就應該把它拿掉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呢 當然 這個 如果 我們說全面平建是一個理想 但是所有的這個理想 它都會 有後遺症 那我們要不要去承擔那個後遺症 如果 任何人 或者比較寬的這個厲害 當 厲害關係 都可以提出 這個平建的話 那當然有很多 見義勇為的人 或者團體啊 有機會 即便他不是 這個 當事人 他不是 他不是這個 這個這個訴訟的當事人 他也可以有機會啊 提出評鑑 這個當然在 正面來看是好的 可是如果 負面來看呢 那會不會有人 因為這樣子 這個 著力啊 對於 其實跟他的案件 不相干的這個法官啊 他想辦法去 去 給他考驗 那 會不會因為這樣 擴大他在訴訟上的利益 這也是一個考慮啊 就是我專門來監督法官 我專門來評鑑你 然後 所以你會怕我 你會怕我 所以因為這樣子,遇到官司,不管是在檯面上或檯面下,會不會有其他對訴訟不公平的現象發生 這也是一個考慮,所以我們要不要去除了考慮它的正面之外,我們要去衡量它的負面有可能帶來的效果 這我相信在司法實務界我們雖然不在這裡面,但多少也聽到一些,大家也可以列入考慮 但是我必須要建議就是說,這個沒有哪一個途徑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好,有哪一個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不好 那既然大家意見就表達過了,現在也超過十二點,如剛才院長所宣布的,我們現在可以休息 然後這個案子就保留,我們可以往下再進行,下午再進行以下的,下面的這個其他的條文 好來,請荒偉 簡單說明一下,第一個是,全面平和跟個案評鑑 從一開始在制度設計上的時候,就不是把它切分成兩塊 從來就不是這個樣子 從制度的功能,當初在討論這些機制的設計的時候,全部都是連動的 那為什麼說全部都是連動,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在今天思考 有關於法官監督評鑑淘汰的機制的時候,我們核心的要素是什麼 我們核心的要素是,要確保司法權的公正形式 在這個價值下面,延伸外設到,增進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誰對於增進司法權之公正形式,這件事情有利益 任何人都有利益,那個不是任何人的個人法義 這個是每一個有可能會蒐集到司法體系波及的人 大家都有的,共同的利益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為什麼在法官評鑑的制度上面 美國法道才會設計任何人都可以請求評鑑,理由在這裡 第二個層次,台灣當初在設計的時候是怎麼樣 台灣當初在設計的時候是,希望先藉由全面平和來塞 來塞,因為他希望能夠去建立司法權的公正形式嘛 全面平和來塞,塞出來有必要的再送個案評鑑 基本上的設計的接軌關係是這個樣子 因為前面有個全面塞的程序 所以後面在個案評鑑的時候 就把可以請求的主題給塞起來 當初設計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那只是沒有想到說 當初設計要全面塞的那個機制 那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 就沒有發揮它的功能嘛 所謂沒有發揮它的功能 最具體的呈現是,本來希望全面平和塞出來以後 收個案評鑑 結果過去這七八年搞了兩次全面平和 根本沒有塞出任何案子去送個案評鑑 大家才會花懶啊 說到底在幹嘛 才會去質疑啊你們全面平和到底是怎麼做的 整個背景是這樣 所以從這個制度面上面來講 我並不認為全面平和跟個案評鑑 是兩個完全獨立開來的事情 它本來就有連動關係 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那個時候在立法院開公訂會的時候 就這些制度彼此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其實談了非常的久 談了非常的久 那第二個 就有關於個案評鑑 就是說你把全面平和拿掉了以後 就個案評鑑申請的範圍的那個主體範圍 這件事情我再說一次 你把它限縮到所謂的犯罪的被害人 或者當事人本人身上 這個是太狹隘了 所謂太狹隘就是說 你在概念上面啊 一定是說啊 因為這個法官或檢察官如何如何 影響到我個案的審判 影響到我個案的審判 所以我才會去申請評鑑你嘛 但問題是整個法官評鑑機制的時候 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本來就沒有那麼狹隘 他不是說讓當事人 或者是被害人 去involve到這個個案的時候 他對這件事情才有法義 可以去請求救濟 那我再講的更具體一點 那今天有法官或者是檢察官 他嚴重傷害司法權的公正形勢 他嚴重破壞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我覺得他應該要送評鑑 那誰要送 有檢察官去接受官說 有法官去接受官說 然後有法官自己去污止檢察官抽換證物 這個對司法權的公正行使沒有嚴重的傷害嗎 當然有啊 那在這些例子裡面 那請問誰是當事人 誰是被害人 全民都是被害人啊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提出來版本的法官法 對於犯罪被害人是這樣解釋的嗎 不是啊 他是採取用刑事訴訟法那種狹隘的解釋啊 就是回到我剛才講他在處理的個案的問題啊 那問題是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這種法官跟檢察官應該要被監督被淘汰 這個是屬於全民大家共有的利益啊 那結果在現在的機制設計上 一個號稱要回憶民間社會期待 一個號稱要強化 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監督機制 在推動的司法改革版本裡面竟然是空的 那這個是我們為什麼要提出 我剛剛講第一個這是聯動 第二個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接受 現在司法院所提出來的這個版本 這個主要的原因啊 那至於 剛剛柯建民委員說啊 2011年他為什麼要提這個案子 是拿來喊價用的 然後如何如何 我都尊重他的看法啦 但是我可以講的是 我當初在參與那個修法小組 寫那個修法條文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想過 這一群辛苦的人 大家做了這麼久 寫出來的版本 是拿去給人家喊價用的 我再回應一下 好來 最後啦 簡單啦 所有人都知道 當初的司改每一個人都知道 這個在立法院的運作策略和整個法通過 這是每一個政治人物都必須思考的 包括提議這個司改會的人都很清楚 黃國昌委員請你相信 你也當立委了 至於你所談到被害人以及當事人以外 當然也有歷史團體可以提嘛 法官三個人以上也可以提啊 檢查書也可以提啊 怎麼會沒有呢 現在可以這個都有了嘛 你看第1634款都有了 只是你要開放到 全部開放到任何人 當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嘛 所以你不要以偏開錢 當初這位 為什麼能夠在林警方的時代 能夠讓 讓這個前面平和放進去 也是我們去爭取的啊 當然那時候 他只開放到 立志團體以及司改會嘛 那現在這個已經打開了嘛 所以前面平和那個 剛才大家講得很清楚 那實意不大嘛 前面平和 包括中委員在做這個 他們認為都是半年前的 以半年前然後來的資料來做處理 剛剛黃國昌委員自己也講過 這個實意不大啊 我們希望講這個事情 在世界的同一個軌道 同一個邏輯上面去談 而不是說 老師你另外一個點 來打提另外一個點 這不是公平的 好 這樣子 我們現在已經12點14分了 曾委員有說中午 大家先休息冷靜思考一下 司法院也回去稍微思考一下 31條的前面評鑑 有沒有跟35條有相互之間彌補 彼此之間的不足 如果31條會除刪除 35條剛才有幾個重點 第一任何人範圍太廣 有沒有是厲害關係人 那厲害關係人 如果不好界定 那到底 要不要限縮到是被害人 還是告訴人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 剛才柯建民委員講的 甚至於 請求人 包括機關團體 都有 都有啦 對啦 那現在 還有一個議題就是 評鑑的 評鑑委員會 能不能是發動者 但是發動者 他是不應該審理這個案件的 當事的 評鑑的委員 這個也請示威拿回去思考一下 我們等一下有休息 這就好 一樣嘛 否判師傅是聽送還是一個資金調查 所以 這幾個點 這幾個點 我們 下午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 最短的時間的溝通 如果 如果請求人 如果是利害關係人可以 都接受的話 那應該 就比較好處理啦 我想 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你在 那如果大家沒有辦法 有共識我們就保留啦 這樣好不好 好 好不好 那下午我們 這一條 我們 做最後一個確認 而不是 現在就可以確認保留了 因為 很難彼此說 好 那我們 那這樣31條就保留了 好 31條跟35條 兩條都保留 那下午我們就從 第 39條開始討論 我們現在 後來